大家好,上一期呢,就是我讲了一些,就是关于这种多肉啊,容易爆头的这种品种 今天呢,我再讲一些那个单头不容易爆头的 有很多人就特别喜欢这种单头 他喜欢单头那种规整,规规矩矩的,特别的没有乱差,特别的干干干净整洁 所以说呢,我今天呢,单独给他全部找出来这些单头比较好看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来看看 我挑了很多的很多大家都喜欢的这个单头,全部呢,集中到这边 然后呢,我再叫一个我的小助手,然后把他的准确的名字告诉给大家 来来来,这是我的助手漫漫啊,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 你看第一个,这叫啥,这叫红毯,第一个呢是红毯 你看,通红通红的,然后像乌木 但是,他这个边是红色的,红毯,第二个呢 泡芙,这个叫泡芙啊,就跟那个泡嘟嘟的泡芙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是酒杯玫瑰,酒杯玫瑰 255 这个为啥叫255呢 因为这个名字呢 哦,看这个名字呢,叫做255 这是一个杂交款的多肉,应该是跟255有什么关系吧 所以说起名字叫做255杂交 这个我是真的非常喜欢,特别的红,而且呢周正,单头 也不洗,也不出那个多头 然后呢,这个是,这个这个就很奇怪啊,这个不知道就是叫啥,这个叫啥 这个叫做一个马赛尔 马赛尔,这个多肉呢,叫马赛尔 不知道为啥起这个名字,但是它真的非常的好看 非常小巧,叶层呢是比较多 这个呢 这个是白色圣代 白色圣代,为什么它是红色的呢 白色圣代 因为这个最原始的状态是个白色,后来有温差就变成了一个红色 哦,这是出完状态之后 因为它在平常的时候是白色,然后 有的状态之后呢,变成了红色 这个是可以入手的,因为这个 听这么一说呀,这个出状态还是挺容易的 然后又是这个 酒红香槟 酒红香槟,这个都知道啊 这个呢,长睫毛 长睫毛,也有点像萤火虫是吧 嗯,有点像萤火虫 这个呢,是一个 我不喜欢,但是最近很火的一款多肉 叫做冰玫瑰 冰玫瑰就是 它呢,是玫瑰系列,但是它呢 应该是触紧,是吧 对,应该是触紧状态的 触紧的状态的冰玫瑰,这个是比较稀有的,但是最近很火 最近呢,然后在这几款 这一个是一款杂交嘛,对,这是美妮 你给它新起的名字吧 叫美妮 美妮 漂亮的意思,就是美妮,你看 它的叶层和 叶的形状是非常可爱的 看,尖尖的,特别漂亮 然后呢,这个是万宝鹿 这个万宝鹿啊 这个 就是每一个叶片呢,都有一个凸起 鼓鼓的,特别漂亮 然后就是白山茶 白山茶,这个山茶呢 特别的有状态啊,真的是特别漂亮 最后一个,是油麦 油麦,油麦是啥意思的 这是油油的麦杆 哦,油油麦杆 这个麦杆杂交了,但是它有油性 所以说呢,嗯,好了 这几款单头的大家喜欢吗 喜欢哪款一定要告诉我啊 评论一下下方,看看哪个 是这一些多种里边 颜值之王 颜值之王,是最漂亮的 咱们打一个评分 评论出颜值之王 然后呢,点赞最多的 咱们给它送个小礼物 好了,今天视频咱们先到这里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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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